台湾进入大规模施打疫苗阶段 目前大多是施打AZ疫苗 随着莫德纳疫苗到货 7月1号起民众可以选择品牌 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表示 未来预约系统也会清楚标示供民众选择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疫苗系统的确只有AZ疫苗 那现在接下来我们知道 这个莫德纳的疫苗要进来 但是进来的数量 以及什么时候进来 我们都已经密切在关注 那只要是确定了之后 我们的预约系统就会启动 那假设说有两种疫苗同时上的话 我们当然一定会标示清楚 也就是说接下来 不管是预约也好 或者是我们专案造册的 这个去施打疫苗 我们都一定会很清楚的 让民众知道打的是什么疫苗 柯文哲也提到 他去视察没有预约的长者 疫苗施打状况 现场人潮一阵多 一阵少很难预测 卫生局必须忙着调度疫苗 所以还是要鼓励民众才预约制 施打现场就能有效控制疫苗 要不浪费以及减少群聚风险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